记住了,我们学佛做人永远要让别人占百分之六十的好处 而我们自己只能占百分之四十 你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你会增加你人格的美丽 学佛人应该救度众生是百分之六十 自修自得是百分之四十 这样你就永远走在慈悲众生的佛道上 痛苦是我们想不通执着出来的 还有的痛苦是和别人比较得来的 幸福是珍惜得来的 一个人越是斤斤计较 心里会越来越不平衡 烦恼就越多 痛苦就越多 记住了 永远把百分之六十的好处留给别人 永远把百分之四十留给自己 你的人生会得到百分之一百的幸福圆满 有一个人问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 他说泰勒斯先生 你认为人活在世界上什么事情是最难做到的 泰勒斯回答说认识自己那是最难做到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 就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呢 别人怎么劝你自己想不通 别人怎么样能够让你想通呢 最后还是要靠你自己来想通啊 所以认识自己是最难的 战胜自己也是最难的 认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就更难 然而我们学博人就是要战胜自己的缺点 要认识自己的错误 要重新做人 过去的一定要让他过去 从今天开始我们人生一切都会改变 因为我们学博了 唯有真正的把自己看得滴滴的 才能做到从鲁不惊啊 很多人碰到一点好事情 马上上窜下跳 有的人碰到一点不开心的事情 天也要塌下来了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一个故事 当年英国的首相邱吉尔 有一次收到英国BBC电台邀请 这是一家很有名的英国广播公司 要去做一个直播演讲 可就在前往BBC的路上 邱吉尔的车突然熄火了 一时无法启动 邱吉尔决定打出租车过去 很快的一辆出租汽车来到了邱吉尔的面前 请问先生你要到哪里去 司机探出头来问 BBC 邱吉尔说 恕我不能送你过去 这个司机说 邱吉尔说 为什么你不能送我过去呢 因为那个地方离我家里太远了 等我把您送到 我在回家的时候 我会错过听邱吉尔演讲的直播 你知道吗 他可是我的偶像 我是绝不会错过的 因为冬天 邱吉尔戴着很厚的帽子和围帛 司机没有认出他 邱吉尔非常感动 在出租车司机 还碰到这么一个 很欣赏他的偶像 掏出了五英镑 塞在了司机手中 以表示感激之情 大家知道 当年的五英镑 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几乎是一位出租车司机 好几天的报酬和收入 让邱吉尔 没有想到的是 司机接过前 突然大声地对他说 你快上车吧 保证我准时把你送到BBC 这下 邱吉尔搞糊涂了 那样 你就不能听我的演讲 不能听邱吉尔的演讲 这位司机说 去他的邱吉尔吧 现在 你比他演讲重要多了 听演讲 又不能帮我养家糊口 司机边说 边把门打开 让邱吉尔上了车 这件事情 让邱吉尔 有很大的震动和启发 他常常在各种场合 说这个故事和经历 就是学博人要懂得 不能自以为是 没有几个人 会真正地把你看得很高 我们唯有真正地 把自己看得低一点 才能做到 从鲁不惊 专心与自己的学博 你才会有所进步啊 好 那我们再到考察一下 我参加一下 我们再来那些 还来 一下 一些 都